高雄骑山镇的东昌里30户120位村民 在这一次的风灾当中也受到严重的灾情 一直到现在没有收容中心可住 只能够勉强暂时住在邻近的加油站内 刺激志工知道了乡亲的生活困顿情况之后 不仅送上生活物资也送来关怀 乡亲看到志工的到来 脸上的悲伤有了笑容 还主动成为志工的助手 为居民分装物资 人住自住的温馨情 在东昌里慢慢的传递开来 接力奔向爱的物资 乡亲成了志工的好帮手 满车的香鸡饭和生活用品 代表慈祭志工的满满心意 这温情传到了东昌里 后面123是不是 对 然后把那个10个包拿来这里 居民珍惜得来不易的物资援助 因为30户120人 在后生活困顿 所有人挤在加油站的一角 家当堆满地 木架纸板勉强沉床 有了遮风避雨的地方 现在更有了慈祭人的爱 艰苦中带来的希望 满满物资给了居民即使援助 温暖关怀 还给了乡亲勇敢走出的动力 重建漫漫长路 志工之爱 让这里的乡亲不再孤独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宫 李黎中 肖志杰 高雄报导